四川车路车友 然后捷达网 然后大众捷达 车顶装的行李箱侧边上 然后来咱们这边安装移动电源 看车带的东西啊 带的好多啊 然后最后选的是咱们推荐的 4.6度电100公里3000瓦的移动电源 似乎正在安装行车中间 好多们都说轿车能不能自驾游啊 然后这辆就是一个轿车 不过大哥大姐是平时是搭帐篷 因为车里装了行李箱 然后放了很多东西 他们平时应该是在户外搭帐篷的 然后后备箱放了很多吃了喝的 然后这个烟机道具之类的 然后咱们把移动电源放到了这个 副驾驶和这个后排座椅的中间 小松正在检查这个电源的这个行车充电 现在是打着 咱们推荐的这个电源啊 是24伏行车充电系统 打着遮自动充电 关闭发动机 自动断电 给车车装完了电源啊 然后那边又有几位车 在参观咱们自家装备展厅选装备 然后这个视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展厅的现在几款车友放到这边 寄售的装备啊 首先大家看到的是两个氧气罐 是一位咱们车会山东的七十多岁的一位车友 去的趟西藏 去的趟云南 去的趟东南亚五国自驾 然后回到咱们营地 然后车上的两个氧气罐 大的氧气罐啊 放到这边做机售 这是两个氧气罐 如果说进去有需要去西藏 然后需要氧气的车友 尤其是年龄稍微大点车友啊 建议大家背上这种大的氧气罐 另外一个就是折叠太阳东版 然后这边是咱们的移动电源啊 这边是400瓦的新款的折叠太阳东版 这款是200瓦的新款的折叠太阳东版 这款200瓦的是车友放到这边做机售的 原价应该是1600 现在是1000块转让 也是新款的 没用几次 这个特别的新啊 车友保护的也特别的好 再给大家接着往下看啊 这边是一个车载的磨盒 它的尺寸是94 如果说您的车内后备箱的最窄处 如果说大于94厘米 然后小于100 这款磨盒还是挺适合用的啊 带抽屉带床件 带置物价带床板 原价5800 车友现在3000块转让 然后另外就是一个新照兰的移动电源 然后车友之前买的 2.5度电力变公里2000瓦 呃 橙色大概就是六七成新啊 然后有试电充电器 行车充电器 但是没有线 呃 车友买的时候 应该是4000 4000多少来着 应该在4800左右 应该在4800左右 现在的话 2500转让 2500转让 车友最后选了一个 咱们这个4度电的电源 然后把这个就放到这边来做机售 原价是4800左右 现在是2500转让 对